那一時講不出來 沒想到後來 回去之後 有一些網路上的人 對這位女同學 給予攻擊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必要 前不久我到中山大學 去跟學生 這個互動 我去做這個報告 那有一個女同學 她問我 對民進黨的 貪污有什麼 看法 有沒有什麼方法 來解決 我當時是請教這位女同學說 你可不可以 舉一個具體的事情 我沒有不敬 我沒有否認 民進黨的問題 我當時只是 想要知道說 這位女同學 到底是 你是指哪一個事情 我可不可以 在現場簡單跟你說明 那後來 她一時講不出來 沒想到後來 她回去之後 那麼有一些網路上的人 對這位女同學 給予攻擊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必要 當初我是 站在負責任的立場 想要問這位女同學 是哪一件事情讓你印象這麼深刻 身為民主政府黨黨主席 也曾經擔任過行政院院長 我是希望能夠借那個機會 給她說明 所以才會請教她 她的印象 並沒有去 否定她的提問 也沒有想要 去為民進黨 做什麼樣的捍衛 那我心中一直認為 因為民進黨是在1986年9月28號 仍然是在戒緣的時期創立的 那經過民主運動的前輩 包括蘇院長在內 還有許許多台灣人民共同努力 前樸後懼 然後得到人民的支持 才有辦法到今天 那公然民進黨有 有非常好的理想 也有非常好的價值 但必然 黨內一定會有一些人 言行上 不符合社會的期待 又或者是違反規定 甚至違法 這必然的 那作為民主政府黨黨主席就是 嚴明黨紀 有問題就處理 如果違法就移送 但是我也希望社會能夠看到 民進黨內多數的人 是淡精竭力的 為國家 為社會 再努力